去年因为苏立台风搅局 云门五级没有能在户外公演 让很多观众非常失望 不过呢明天晚上七点半 云门要在台北两厅院前广场 重现他们四十年来的四支经典作品 其中还包含了最经典的 《新船当中的渡海》 在黑水沟和大海搏斗 肢体动作呈现鲜明来台的辛苦 云门五级《新船当中的渡海》 睽违十多年再次公开演出 渡海这个舞第一次演出是1978年 事实上就台美断交宣布的那个晚上 这个舞总会在一种 一个刹那里面来挑动我的心里面的 一种东西 简单的结构朴实的道具 渡海的惊涛骇浪 却总是撩起观众心中的涟漪 让人激动不已 第一次演出渡海这个角色 然后对我来说 这是特别挑战的一个角色 因为他有很多很多 不可控制的因素在 比如说人身上的汗 然后还有风 像我们在台中就遇过超级大风 然后真的是体验到了那种 狂风暴浪的那种感觉 只有在历史课本中 才能读到的经历 年轻舞者要如何表现 是一大挑战 另一项考验是这回演出的 四支作品风格都不同 除了渡海还有水月松烟 以及用流行乐表现的 如果没有你 都是云门40年来的经典作品 12号晚间台北两厅院前广场 在星空下和观众见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